大家好,欢迎和华沙马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ian de Kofi imennya Oitsadu Manamalka SVD Vujar Shabe 一起学习波兰语 我们已经学过了主格复数前面两个部分 分别是没有男人和修饰男人 今天我们来学习主格复数第三部分 只有男人 我们一起来了解男性名词主格复数结尾的变法 我们强行分成四类 分别是结尾变成EGLEK E、A和OV 我们先来看第一类 结尾变成EGLEK 以R、K、G结尾的男性名词 他们的主格复数 结尾变成EGLEK 具体的变法和这三种结尾的 修饰男性名词的形容词的主格复数 变法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特例 人、Chuvik 它的主格复数是LUJ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词 除此以外我们要注意横线下面的两个部分 以S结尾的男性名词主格复数 结尾变成C 比如小男孩Hopjez变成Hopjez 后面的A被去掉了 同样以X结尾的男性名词主格复数 结尾变成C 比如南斯基Kilofta 它的复数变成Kilofte 这个A也去掉了 我们再看第二类 结尾变成E 有12种词尾的男性名词 它们的主格复数 结尾变E 我用了一句话来记这12种词尾 大聪明玩牛宝宝 不信 呼 最后是用波兰语发音读的一个以声词 这12种词尾中有4个 在加E的同时还需要做一点别的改变 分别是哈 得 得 大 结尾的 具体的变法和这4种结尾的 修饰男性名词的形容词的主格复数 变法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常见的特例 第一个神父 Pshons 它的复数是Pshons 因为波兰是一个 90%以上人口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 所以这个词是生活中特别常用的 第二个特例 兄弟 Blat 它的主格复数是Blatia 后面多了一个A 好了 我们来看第三类 结尾变A 如果男性名词的词尾是Z一族 头上带一匹的或者是G柳 那么它的主格复数结尾变A 这个变法和非男性名词主格复数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Z一族里面没有Z 老婆比你没有老婆 头上带一匹的 头上确实真的都有一匹 名副其实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Honey Enya 把好的学习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好了 我们继续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以Aning结尾的男性名词 它的主格复数结尾变成Aning 这主要是某地人 比如 华沙 马拉萨瓦 华沙人 马拉萨瓦尼 华沙人的复数 马拉萨瓦尼 通常波兰地名 后面加上Aning 表示这个地方的人 很多外国地名 词尾加上Check 表示这个地方的人 但是我们看美国人 俄罗斯人 他们的结尾也是Aning 好了 我们看第四种 结尾变Aning 单英节的某国男人 它的主格复数 结尾变Aning 比如 比利时男人的复数 Belgove 泰国男人的复数 Tayyove 但是泰国男人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Taynand check 所以它也可以变成 Taynand check 因为要求单英节 这样的话 这个词会特别短 这样的很少 一般来说 某国男人 后面还是加Aning 和Check 的比较多 我们东亚这一片 某国人 后面基本都可以加Check 然后复数变成Cete 第二种情况 是男性 亲属 他们的复数 结尾变成Ove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爷爷Jadek 变成复数Jadek 后面的A被去掉了 叔叔 Oyej 变成复数 Vikovie A也被去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 兄弟 Blat 他的主格复数 是Blatia 好了 我们看最后一种 一些男性的 头衔和职业地位 他们的主格复数 结尾变成Ove 比如 伯爵 Klabia 变成复数 Klabio V 但是教授 工程师 这些表示职业的 男性名词 他们的主格复数 结尾可以变成Ove 也可以按照正常的来操作 因为并不是所有 职业地位的男性名词 结尾都可以变成Ove 所以呢 你记这条规则 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误 那么我们就干脆用它的平替 把这一条规则忽略掉 大家平时也很少聊伯爵们的故事 所以最后这条规则 大家做一点了解就可以了 感谢大家和华沙马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ium de Kofi Imenia Oiçalo Manamarka Isvitiv Varsha 一起学习波兰语 再见